我们来解这一题极限的题目 Limit t 区近于 0 t 平方分之根号 t 平方加 16 减 4 我们把这个 t 区近于 0 带进分值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是等于根号 16 减 4 整个是区近于 0 分母呢 t 区近于 0 带进去的时候呢 0 的平方也是区近于 0 因此它是 0 分之 0 的形式 那针对 0 分之 0 的形式呢 我们会对根号的部分来做有理化 我们使用的公式为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 a 减 b a 平方减 b 平方等于 a 减 b 乘上 a 加 b 这个公式 好 我们就来做一下 好 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一题 我们把我们针对分值的部分呢 我们乘上 根号 t 平方加 16 再加上 4 再除上根号 t 平方加 16 再加上 4 诶 有发现吗 分值的部分是 a 减 b 乘上 a 加 b 的形式 好 那就会变成是 a 二方也就是根号 t 平方加 16 的平方 是 t 平方加 16 减掉 b 二方就是 4 的平方是 16 好 这是分值的部分 分母的部分呢 t 平方乘上 根号 t 平方加 16 再加 4 夸乎起来 好 那你会发现呢 稍微做一下整理 分值的 16 和 负 16 消掉 好 那分值分母都有 t 平方也互约 约掉以后呢 就变成是下面这个形式了 我们把 t 区均于 0 就带进去 答案是 1 8 分之 1